今天和大家討論激光雷達 為什麼說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你看到整個拉達的產業鏈 那些股票這段時間都很厲害 譬如你看到長光畫森 由它四月尾上市到現在 其實股價的表現都不錯 你說它四月尾到六月尾可能跟著市星 但是由六月尾到現在其實表現都不錯 另外這個巨光科技 你看到這一陣子的表現 其實有一個聲浪在這裏 另外就是萬集科技 萬集科技跟剛剛巨光科技差不多 都有一個聲浪在這裏 那A股 這些A股大家看到 就是在拉達方面都是有些炒作 另外就是美股 美股大家都看到這隻Lumina Technologies 就是這兩個星期其實都抽了上來 這裏其實由低位去到現在的位置 其實都大概升了差不多一倍 所以其實有一點點苗頭是市 有機會去炒一下這些相關的 就是LIDAR相關產業鏈 另外就是譬如 威力登前天都其實抽了一棍上來 另外就是這隻都比較強 In Office 大家看到就是上星期抽了上來 主要是因為它收到一個訂單 就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都抽了上去 所以就跟大家說一下LIDAR 還有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LIDAR是自動駕駛汽車的一個將來 雖然Elon Musk說 傻子才用LIDAR 因為你人駕駛都是用眼睛 你不會人腦沒有雷達在掃著 但是很老實說 要做到好像只是Tesla 想用鏡頭來做自動駕駛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背後對於它那個 AI的算法的要求其實很高 還有你還需要一些數據去支持你的算法 所以你不會所有車廠都有這樣的優勢 對於Tesla 你看到現在的市場 都是用激光雷達的路線為主 大家都純是用鏡頭 其實大家都未必做到 還有真的未必安全 大家看到Tesla也有很多追尾的事故 看到一輛白色的火車 就以為前面是沒有車 就撞了它 所以我覺得激光雷達 如果是自動駕駛 將來會大力發展 它絕對是一個比較 一定會是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就跟大家說一說它整個產業鏈 它的產業鏈主要分為五塊 五塊東西 第一就是激光器 就是寫一些激光的裝置 另外就是探測激光的東西 另外就是光學部件 比如說鏡子 轉鏡或者震鏡 另外就是芯片 另外這個圖寫了一個 其實就是 組裝的拉達 就是把這些零件夾出來 變成一個激光雷達的公司 主要是這五個產業鏈 就展示一些股票 Humber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大家最關心都是 有什麼股票可以相關 有得炒 激光器來說 剛剛跟大家提過 就是一隻長光華深 另外就是這隻激光科技 它們兩隻是比較上 就是pure play 主要是真的做激光器 另外美股來說這兩隻 它也有做激光器 但是也有其他的業務為主 那就沒有pure play 另外就是光學組件來說 A股其實也有很多 港股、信譽 A股有這堆 其實這堆 pure play就一定不是 因為始終現在拉達 都不是真的一個很成熟 或者發展得很厲害的一個產業 所以它們還有其他的業務 即是手機、車賽鏡頭 諸如此類 另外就是探測器 探測器就是剛剛說 接收激光的那個東西 就是OnSemi 和澳比中光是比較多的 另外就是FPGA的芯片 即是整個LIDAR 主要的芯片 就是上市的公司來講 有Intel 其實有些公司 很多公司都沒有上市 我就沒有放在這裏 大家關心到哪些上市 其實有些公司聽說 都是會陸陸陸陸陸陸陸上市 另外就是講回激光雷達 就是組裝的公司 A股來講有萬集科技 在大陸來講 龍頭其實就是和菜 但是它沒有上市 我也都沒有放在這裏 美股 美股有Lumina 威力登 Innofit 以及Eva Technologies 接著我會跟大家詳細說說長光華森和Luminar Luminar是美股組裝拉達的一間公司 它是主要做一些1550納米波長的激光雷達 是用混合固體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激光雷達也有分不同的類型 譬如波長分為905和1550為主 另外掃描方式也有分為機械式 或是溫合固體或固體 機械式是甚麼呢? 大家可能都見過在車頂上有一塊東西不斷轉 那塊就是所謂機械式的激光雷達 或者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比如說那些吸塵機械人 比如說小米家裡有一部 小米吸塵機械人 它是在頂上有一塊東西不斷轉 其實就是掃描這間屋的環境 跟車的激光雷達也相似 就是激光機械式在轉 另外就是混合固體 混合固體它不是整塊東西在轉 上面就是整塊東西在轉 這個不是它是裡面有一塊鏡在轉 就是將激光散射到不同的地方 都有分幾種不同 譬如真的有一塊鏡在轉 或者是一塊鏡在用一些物理的方式 令它這麼震 就將激光散射出去 現在市場上來說 機械式和混合固體是比較為主 但是機械式它有一個懷處 就是它是比較貴的 大家看到機械式的價格是高很多 比起混合固體的話 所以Lumina一間公司 它做混合固體 其實在成本方面是有一個優勢 或者它的價格上是有優勢 另外就是1550這隻激光 技術上雖然暫時還未成熟 而且成本比較貴 但是它的功能上是比較好些 譬如你看到在安全性上面 對於人眼的安全性上面 它是比較高的 譬如你的車想掃描遠一點 它要激光的功率就要高一點 但是它905的激光 它是接近人眼可以看到的光 所以如果它用的功率很大的話 就對行人或者對面司機的行車安全 或者它們人眼的安全 其實有一個影響在這裡 但是1550這個 距離人眼的可見光的波長遠一點 所以它的功率高一點底下 它也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讓你看到 安全很多 另外最重要的是它1550 剛剛提及過的 就是它可以激光射遠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其實 你的車想安全一點 或者自動駕駛 你想它走快一點 那你一定要看遠一點才行 而且要看得精確一點 一些很細的物件 你都要辨別到它出來 因為你看到大陸很多高速公路的追尾事故 就是有輛車拋了馬尾 死了火 然後司機下來 就放了一個很細的雪雪糕桶在這裡 但是它後面的車其實就走得很快 然後又沒有好好留意 又有輛車停了在那裡 就撞了過去了 所以如果你想騎自動駕駛的車 是真的走得快一點的話 這個1550波長 絕對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 但是還有一個壞處就是 它可能在一些惡劣的天氣底下 它的功能上是會差一點點 所以其實自動駕駛的車 它的裝置一定不會只有激光駕駛 都會有其他鏡頭 其他不同的波長的駕駛 大家互相合作 有一個更加安全的作用 所以看自動駕駛 除了看這些LIDAR之外 都可以看看其他相關的一些技術 所以大概是這樣 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還有就是Lumina公司 它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客戶 還有一些合作夥伴 例如你看到Toyota Mio 或者你看到日產這些 其實都是它一些客戶 所以Lumina公司 雖然是初創和比較小的 但是你看到它的技術 各方面其實都是受了一些 大的車廠的認證 所以如果大家是相信LIDAR 這件事的話 就一定要留意一下 長江華森 Lumina 這些銀行公司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節目開始的時間就會馬上知道 BIN Toyota 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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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